柏柳非常勇敢 他拒絕了中國的威脅利誘 柏柳雖然人口不多 但是他拒絕中國以旅遊人數來威脅他們 他選擇同樣是民主的國家台灣來共同做 那顯然台灣跟柏柳之間的感情是真愛 柏柳非常勇敢 他拒絕了中國的威脅利誘 柏柳雖然人口不多 但是他拒絕中國以旅遊人數來威脅他們 他選擇同樣是民主的國家台灣來共同做 柏柳本身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國家 我非常期待 這一次旅遊泡泡開始之後 有更多台灣的民眾到柏柳去旅遊 了解更多柏柳的文化 也促進更多柏柳跟台灣之間人民的友誼 那顯然台灣跟柏柳之間的感情是真愛 我們非常肯定 我們也非常欽佩 柏柳的勇敢 站在世界的價值這一關 那未來呢 我們都應該要共同去追求民主的價值 也共同追求和平 共同追求繁榮 讓兩國人民 也讓太平洋的連線 能夠更加穩固